超級颱風天鵝週日登日 登日了這個菲律賓旅宋島 帶來強風豪雨 山洪爆發 衝破堤岸滾滾的洪流 而由於超級颱風天鵝的威力 是不輸給二零一三年的強臺海燕 一路走來 讓菲律賓非常的擔心 目前已知已經有十人 不幸喪神 門前小河成了激流 山上沖刷而下的泥漿 在核體裡翻滾 不時翻出核體 打中堤岸 向外面民宅的屋頂 遍布提案兩側低矮的民房 岌岌可危 民眾尖叫聲中 書店電塔硬生生的被狂風折斷 結構不夠紮實的民宅 屋頂被掀掉 百貨商場大面窗的玻璃被砸破 瓦礫 木板飛入室內 成了殺人的兇器 民眾躲在角落裡避風頭 忍不住用手機記錄 這一場大自然的毀滅力 這裡是菲律賓旅宋島南部 超級颱風天鵝夾著 時速225公里的風速行進 陣風風速超過每小時310公里 不僅是今年以來 全球威力最強的超級颱風 而且是2013年超級颱風海燕以來 襲擊飛國威力最強的颱風 當年海燕颱風奪走6300條人命 前車之間讓非國防災單位撤走了百萬民眾避難 但預估人可能多達3100萬人受災 天鵝颱颱風登陸之後受到地形破壞 進入菲律賓海時 威力已經簡為熱帶風暴 華視新聞專門TV